去年的十一月 我在泰国曼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第2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 同总统先生会晤 我印象中我们那一次会谈 谈得很好 我非常欢迎你来华出席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并对中国进行过时访问 建交半个多世纪以来 中日关系始终走在 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关系的前列 创下多项第一 你看第一 智力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南美国家 也是中拉共建一带一路的先行者 智力国家元首连续出席这三届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第一届第二届都出席了 这个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也是独一无二的 中治各领域合作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阵型 也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 我高度重视中治关系的发展 愿同你就双眠关系和共同关系的问题交换意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